大家好 我是Audit 今天上一期的沙堆模型 我们接着扩展 这一次我们把沙堆模型 扩展到8个 最多可以用8种状态 那么也就是说 当某一个格子里的沙堆 达到4个的时候 我们不把它崩塌到周围的格子里 只有当达到了8个的时候 我们再崩塌 比如说 我看这里有 好 只要这个格子里达到8个了 好 那么他就往周围的8个一圈 周围一圈8格子里扩散 我就说当他满8个以后 我们把它擦除掉 这样的这8个跑哪去了 分别让这个格子 这个格子 这个格子 周围一圈的8个 而不是上一次的 说的周围的一圈4个格子 沙子我们说的是 这4格子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左边的和下面的 而这意思呢 斜角也 沙子也崩塌到斜角这地方去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图形可能也会有些变化 真诚内容 也就同时呢 如果是沙子在边缘的格子有8个满的话 那么他 他通他到这些地方的话 同样道理 超出边界的 那一出去了 也就消失掉不见了 脚上的也是一样的 他只是这两个相令格子 以及这个格子斜角 注意这是加了斜角 封出去的 弹到这个界面外面的就不管他 就擦除掉 好 这样我们看看 他会产生一下什么样的 神奇的图形 好 现在回到这个软件 我新做了一下子 现在就杀人 有8种状态 那么也有8种不同的颜色 我已经给他复制了 好 现在从慢的开始看起 好 刚开始 他会到8个 之前到4个是不会崩塌的 塌陷 不会塌陷 后面的 刚开始看还比较整块的 整块整块的 好 我们再看一会 颜色变化好像 还没有就是很复复多彩 就是一个环圈 嗯 嗯 好 扩展出来了 颜色看得丰富点了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我可以把其实可以把速度可以加快一点 好吗 刚开始原来是一个的 那么 三类速度吧 试试看 好 继续 他也是一种对称的 好 看得快一点了 好 快继续加大 5 好 很小的重心啊 看不看出来啊 没关系 好 不错 好 这里是每次放沙子的数量中间 我每次放沙子只放中间 从最中间那个点开始放沙子 好一百了 这里放一百零沙子从中间 好 有点形状 现在好像是一个四个角 八个角 好 好 这个很明显啊 这边有八个角 可能是吧 然后这边呢 有几个凹的地方呢 凹的地方呢 都是黄颜色的 这形状就说 更明显了 是八角对称的一种 好 这逐渐扩大中 好 有放到五百 跟昨天的图形呢 有有些不一样 肯定是不一样的 但是非常漂亮的一种 我们等它长大 好后面我不太说了啊 大家注意就是自己观察 好 想说这个 美妙的 好 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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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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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